音樂 以下是我們設備介紹 這是我們的廢氣分析儀 我們用它來偵測一氧化碳 然後偵測到一氧化碳之後 就可以拿我們的儀器來做試驗 檢測是否有準確度有到 然後這是我們這次所採用的Arduino 我們在裡面輸入了程式 當它在感測到的時候 我們紅燈就會亮 但是如果平常一氧化碳濃度 還沒到我們設定值的時候 我們的黃燈就會亮著 然後這是我們電腦的程式 以及它正常情況下 所跑出來的速度 然後下面這個 是我們所做出來的感測 氣體存放管 然後後面這裡是我們的MQ7 它MQ7就是我們的一氧化碳感測器模組 另外我們成品完成之後 我們不用電腦供應電源 我們是用電子跟電子座 直接接上Arduino 這樣子不但可以節省體積也可以節省成本 我們現在要多分 我們在進行那天 過去我們看 我們來了 我們就下次見 我們先到哪裡 我們先到這裡 就算了 我們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偵測到CO濃度已經到達設定值 我們的黃燈熄滅變成危險警告的紅燈亮 然後經實驗證實之後 我們的儀器確實能夠有效的偵測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